西奥大学的生物学家在海上看到一只熊海豚捡到一块华丽的海绵 将其送给刺海豚 非常有趣 视频截图 一只熊海豚在大海中找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海绵 于是用嘴拱来拱去 吸引到人们的注意 没想到下一刻 这只海豚竟然把这块海绵送给了一只刺海豚 让看到的人们开心之余超感动 澳大利亚科学家拍下有趣视频 众所周知 海豚很聪明 经过训练会玩篮球 钻铁环 跳高 还可以跟人握手互动 和人一起唱歌等 在一些海洋动物园 甚至有海豚现场作画 非常有趣 自然界中的海豚 成年后被认为智商相当于10岁左右的海豚 所以常常有海上工作者看到这样的景象 雄性海豚用尽18般武艺讨好 雌性海豚 后者则可以巧妙地摆脱自己不喜欢的雄性海豚 不过这样的场景并不容易开到 可爱的海豚 Shutters Dog 西奥大学的科学家公开的一段视频拍摄的是一只雄海豚 向刺海豚献保的过程 非常有趣 雄海豚寻货宝贝 视频中一只雄海豚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块华丽的海绵 有着绚烂的紫红色 而且块头也不小 开心的雄海豚用头部顶着这块海绵 在大海中游泳 当海绵从它的头部滑落的时候 它会改用鼻子拱来拱去 让海绵再一次回到它的头顶上 看起来雄海豚似乎是在海中玩耍 实际上它是把这块漂亮的海绵当成了宝贝 是有大用途的好东西 雄海豚找到礼物 有大用途 视频截图 雄海豚献保持海豚摆脱 一步一摇地 雄海豚就把这块漂亮的海绵送到了一只雌海豚的身旁 不过雌海豚似乎对它不是很感兴趣 也或许是因为对这只雄海豚不感兴趣 所以不理会这份礼物和送礼物的雄海豚 没想到雄海豚突然霸气的把这块海绵顶起来 抛向雌海豚 正好将海绵投在雌海豚的头部旁边 准头很好 我们观察到的都是雌海豚 无视雄海豚的跃跃浴室 参与这项研究的生物学家西蒙 你的艾伦 Simon Allen介绍 他们在五个不同地方发现了雄海豚找到海绵 献给刺海豚的情况 雄海豚真的是为了献报吗? 西蒙给出的答案很全面 雄海豚的真实目的 这个行为有很多种解释 西蒙说 它可以是送礼 也可以被认为是单纯的希望吸引刺海豚的注意 还可以是这名种海豚有能力进行交配 最后一种可能是威胁刺海豚与它进行交配 动物福利研究所的海洋哺乳动物生物学家纳奥米 并不是一些动物的行为表现向人类 而是某些物种组建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纳奥米说 海豚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会组建较为复杂的社交关系网 西蒙介绍 其他海豚族群会赠送树枝、石头等 但目前的观察为只有雄近座头海豚 Hulkback Dolphin会去寻找漂亮的海绵并赠送给刺海豚 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只发现雄近座头海豚会寻找漂亮的海绵送给刺海豚 视频截图 熊海豚的有趣动作 西蒙说 熊座头海豚不仅会赠送海绵 还会发出虚声 做出弯腰动作等非常有趣 一个大块头的熊座头海豚会躺在海面上 头和尾巴向上弯起来 西蒙说 他们还会发出类似小号的声音 而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吸引刺海豚的注意 西蒙介绍 目前研究人在进行中 下一步的目标是弄清楚是否会送花丽海绵的熊海豚 比其他熊海豚可以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 因为在观察到的五次熊海豚献海绵的行为中 次海豚并未表示出鱼猎 所以结果会是怎样 在研究完成前仍然是未知数 拉邦结伙的海豚 西蒙介绍 他们曾观察到熊海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为 那就是当一只熊海豚试图像一只吃海豚献阴形的时候 熊海豚曾约上同伴一起出现 像吃海豚表态 不过这一行为是否是偶尔出现的单次行为 或者说是巧合出现的情 况还是熊海豚常常会这样做 仍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 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研究 西蒙说 如果海豚能够做到寻找同伴帮忙 以求得赐海豚的青睐 这种行为将大大证明海豚的智慧 相关影片来源 YouTube如早已初请见谅